10月19號早上兩點鐘 突然間中國發了一篇集文 這一篇集文讓全世界嚇了一跳 幹嘛呢 撤僑 撤僑開中民意 不拉不拉的講了一大堆 對不對 他講了其中幾件事情 第一個 生命非常重要 請大家要備好汽車跟汽油 時間點到 到集合地點 然後隨時帶著護照 為什麼呢 到時候繞到第三國的時候 符合入境規定 問題來了 各位還記得嗎 今年二月份要打仗之前 全世界在猜打或不打的時候 那個時候普丁跟習近平 去把全世界的糧食全埋起來 各位 大家後面發現打仗了嗎 所以到底中國這個地方 是在幫俄羅斯做球 還是因為俄羅斯有跟他通風報信 但這個時間點 大家認為普丁很危險 為什麼呢 普丁目前的跡象 跟德國納粹最後要崩解的時候 的跡象一模一樣 德國納粹最後要崩解的時候 美軍跟俄軍都已經殺到德國去了 你知道德國幹嘛嗎 德國把他們的V1飛彈 V2飛彈 那時候還沒有核子彈 一口氣全部都射出去 這是讓大家最擔心的地方 但最近呢 不得不說 俄羅斯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彈禁圓絕了 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先來看 想不到貝加爾電子呢 居然還開發了所謂的末代晶片 這個末代晶片 先跟各位談 這個末代晶片很特殊 專門針對軍事來用的 所以他是16奈米48核心 16奈米做48核心 真的是有點多啊 但現在麻煩是台積電不接單啊 那台積電不接單 當然就胎死腹中了 就沒得搞了 對不對 想不到中國這個兄弟 真的太沒有義氣 太不仗義了 這個時候居然還發戰爭財 還發戰爭財呢 發生什麼事呢 跟各位說 俄羅斯有一個媒體 大啦啦的就寫文章 他就說什麼呢 俄軍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我們的科技落後 我們為什麼科技落後呢 因為我們的晶片來源取得不足 但這個時候中國 中國多可惡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全世界晶片都拿不到 他就跟中國拿 結果中國不但趁你病 要你命趁機漲價不打緊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過去的晶片壞掉的 100顆是兩顆 結果呢 我用高價買進來的晶片呢 這一批呢 一口氣的崩壞率增加20倍 現在是100顆壞40顆 真壞心啊 過戰率也沒有壞心啦 想句實在話 因為東拆西拆的 東拆西拆的 但重點是在於 現在為什麼俄國的媒體 會發這篇文章呢 謝哲 謝哲 真的在謝哲 好我們鏡頭回到整個烏克蘭 烏克蘭這兩天好慘啊 為什麼呢 責任司機直接登高一呼說我們 百分之三十的能源設施發電設施 全部被攻擊了 然後甚至於呢 連核子發電廠的特殊人員 俄羅斯法綁總 然後呢 剛剛不是跟各位說嗎 之前上個禮拜還有巡弋飛彈可以用 對不對 現在沒巡弋飛彈用了 直接拿自殺無人機 所以就出現那種很奇怪的鏡頭喔 各位發現 因為他自殺無人機進來 所有的人開始跑 開始要離開 然後呢 警察一看這狀況不行啊 無人機就在天上飛啊 警察直接拿著步槍拿著槍 自殺無人機開槍 連警察都開槍 各位就在城市當中 就在城市當中 所以現在已經完全到了整個肉搏戰喔 但重點是普丁一路亂打對不對 對 二軍全境轟炸 現在呢對於整個烏克蘭來說 我就問各位一件事情 在這個時間點還能彈劾嗎 是啊 誰要跟你彈啊 還有的彈劾嗎 但想不到這個時間點不能彈劾對不對 出現一顆老鼠屎 而且這個老鼠屎你都認識 誰呢 馬斯克 馬斯克又來了 馬斯克居然淪為普丁的一個傳聲筒 昨天那個馬斯克先跟各位說 馬斯克通常那個文章 通常都是一個字啊 兩個字的那個人是簡潔有力的喔 大啦啦的突然間寫了一篇 樂樂等的文章 他寫什麼呢 他說美國有夏威夷 就像俄國有克里米亞一樣 但是只要俄國失去了克里米亞之後 他就會用核彈 但謙哥各位說 這個是有來龍去敗的 講完之後 俄羅斯政府發了一篇文 你知道他發什麼嗎 什麼 他說目前烏克蘭四周 已經公投成為俄羅斯的一個領土 俄羅斯身為宗祖國 我要有能力保護他們的安全 必要的時候我會用核彈攻擊 各位是不是一套接著一套 是啊 為什麼一套接著一套呢 沒得打了 沒得打了 我們現在看殘暴將軍 這個叫蘇洛維金嘛 剛剛有跟各位說哦 蘇洛維金這次的戰術 跟上次戰術一模一樣 上次在敘利亞一上來 那個時候他們俄羅斯是勝方 一上來所有的飛彈全部開出去 把對方打個西巴蘭 對方打西巴蘭的你當然贏嘛 這次呢 這次他們是戰術方啊 飛彈還是開所以現在呢 飛彈把對方還是打了西巴蘭嘛 各地全境轟炸 打完之後呢 雙手一攤 對不起 我們要撤退 要撤退了 蘇洛維金自己承認 戰士吃緊 所以將要撤離赫爾松附近的平民 各位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殘暴將軍 你殘暴沒有用啊 你殘暴你沒兵 你沒涼 你沒有士氣 你還是要輸嘛 對不對 沒錯 第二件事情 最近又有一件事情出了包 什麼事情出了包 有一篇復文 這篇復文有一個中衛 他就說這位中衛誰誰誰某某某英勇的 在他的整個戰術位置被殉職了 殉職完是因為他的整個武器被攻遍 大家一看 這個不是F400的整個整組戰技嗎 所以包括了飛彈發射筒 包括了雷達整組被攻 整組被攻完之後據傳海馬斯打的 海馬斯打的 那現在海馬斯先跟各位說 美國說我們海馬斯給到70公里 但真正給到幾公里誰知道 那是誰知道對不對 我們說這件事情誰知道 但現在雙方有點越攻越兇了 為什麼越攻越兇呢 來看最新的一個消息 先跟各位說 這個是目前全世界最高規的F22戰鬥機 F2戰鬥機先跟跟你跟你說 我現在我不隱形 我光明正大跟你打 這麼厲害 我光明正大跟你打 然後光明正大跟你打了 結果一上去之後 大家看到呆掉 怎麼說呢 尤其我跟你說 這上面載了幾顆飛彈 你知道嗎 幾顆飛彈 28顆飛彈 可以載到28枚飛彈 重點是多少錢 你知道這上去28顆飛彈 總共載了台幣多少錢的武器嗎 多少錢 台幣四億五千萬 四億五千萬 他凸錢一次單單武器 帶四億五千萬的武器 重點是什麼呢 過去因為他是全世界最高規的 戰機他是隱形戰機對不對 這台造價是超過兩億美金 他們說過去我們隱形的時候 再八顆 你不要以為我隱形才跟你打 我不隱形 我光明正大 我也把你放倒 所以F22他說不隱形了 載了28枚飛彈 他說如果真的有必要 我用野獸模式 我上去跟你單挑 我也不會輸 他直接跟你說 我們五代戰機 不是用科技贏你 我們的五代戰機 光明正大也要贏你 好來做總結 第一個 普丁來到這個地方 俄羅斯最大家最怕的是什麼 狗旗跳牆 沒錯 為什麼會狗旗跳牆呢 因為他如果真的沒招了 各位沒兵沒將沒良 這三個月的事 現在呢 學衣飛彈打完 如果無人機再打完 後面打什麼 那真的沒東西給他打了 總不能扔石頭吧 對不對 所以後面各位就只剩核武了 那普丁這個時候發動緊急的一個動員令 不排除動用核武 所以呢 整個歐洲現在陷入了整個核戰的一個危機 今天的亞洲股市 昨天美股大漲 雅股全部跌 那為什麼全跌呢 真的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問題來了 目前中國駐烏克蘭緊急在撤僑 對不對 但烏克蘭的情報長官 他的名字叫布達諾夫 布達諾夫說一件事情 今天說的 他說我們有可能在二零二三年的夏天 贏得這一場戰爭 但各位贏得這一場戰爭是明年 如果真的發射核戰的話 你連明天會不會來 你都不知道